金氏器画面是石虎妈妈一打二 两只小石虎弹力超强 一蹦退就跳得好高 石虎妈妈叫做豆枣 今年四月记账了发暴器也放 石虎的一生他迫不及待跑走回归山林 特生中心追踪他从集集跑到南投定居了 七月底发现他每天固定回到相同的位置 行为模式改变原来当妈妈了 自动相机拍下了一打二的亲子画面 让保育人是开心极了 但是野放的石虎不是都这么幸运 还记得这只某某的小奶虎吗 被救的时候趴在笼子上 眼神看来似乎倔强又无辜 他叫秋哥 因为去年中秋节在千秋路获救取名秋哥 从巴掌大喂奶照料训练快一年 野放回归山林 但是最终被野狗咬死了 秋哥是去年九二一救援 今年九月六号野放 今年的九二一遭流浪狗攻击丧命 他获救之后经过了减伤医疗 照料 还有长达半年以上的野放训练 野放前的评估包括他的运动 躲藏 密食能力 还要评估遇到天敌的应变 以及亲不亲人 是否会跟人类保持距离等等 通过评估才会野放回山林 但是野放之后最大的天敌是流浪狗 根据农委会的推估 全台流浪狗大约15万只 狗不是野生动物 都是跟人类生活在一起 又因为人类弃养放养 野外喂养 成了野生动物的田敌 TVBS新闻中部综合报道